当年梅艳芳被香港14K的堂主黄朗维当众扇了嘴巴粉 并且被控制在酒吧不让走了 香港一姐为何会遭此对待 这与之后发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又有什么样的微妙关系呢 1992年5月4日 梅艳芳像往常一样在开完演唱会后 约了三五好友去九龙堂的一个酒吧消遣 这一年是梅艳芳出道的第十年 她不仅为香港乐坛创造了连开30场演唱会的记录 还在这一年连续第五年夺得最受欢迎歌星 并且凭借电影《胭脂扣》拿下金像 金马 金龙 亚太 饲料有扣 这时的梅艳芳在香港影坛和乐坛那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吉大 也被称为香港一姐 梅艳芳遭此对待是因为当时歌手演员的地位低 再敌堂堂的香港一姐说不让走就不让走了 后来是向华强的太太陈岚出面才把梅艳芳带走 向华强是干什么的 他不仅是香港永胜电影公司的老总 更是香港最大帮派新延安的老大呀 当时的新延安又是香港最大的社团组织 等级严格 更有威震香港的五虎十节大电子 而梅艳芳又是永胜电影公司力推的人 这么一看 14K堂主黄朗维掌握梅艳芳 就不是酒后任性那么简单的事了 说他拿出一百万梅艳芳不给面子等等 个人感觉都是噱头 真正的目的或许是有人想借黄朗维逼某人出手 香港是讲究地盘的 那这里是谁的地盘 谁又跟梅艳芳私交甚好 就在当晚五虎十节中最为大众熟知的人物 电影《古惑仔》中陈浩南的原型 陈耀兴果然出手了 陈耀兴1961年生人 刚加入新延安的时候 只是娱乐场所的博车仔 但他伸手好 手段好 慢慢打出名堂 在湾仔的势力越来越大 成为明镇一方的湾仔之后 负责掌管三合会在湾仔一带的事务后 与十节中的鬼仔天 还有被称为监工土中土的皇骏 结败为兄弟 风头一时无量 但他为人比较张扬和高调 并且与娱乐圈关系非常密切 从击沙和和图 梅花阳 再到火拼东联社的鱼头王 很多娱乐圈的暴力事件都算到了他的头上 他会怎么做呢 得知好友梅艳芳在自己的地盘受入 陈耀兴迅速集结了几百小弟 把出事地点团团围绿 最终在一个宵夜档 将黄朗维等人打到 上去就是一顿砍 导致黄朗维身中29刀 手筋都被砍断了 经过抢救 勉强保住了一条性命 但就在他住院后的不到30个小时 又被两名枪手 销护于病房内 这次又是谁出手 陈耀兴虽然狠辣 但已经这样了 没有必要非要置人于死地吧 是有人要嫁祸陈耀兴 随后 矛头果然纷纷指向陈耀兴 于是警方将其逮捕 但是当晚 有将近两百名马仔包围六扇门 提供陈耀兴不在场阵里 并要求放人 六扇门迫于压力 当晚就把他释放了 那么到底是谁要栽赃嫁祸的 他又有什么目的呢 这场恩怨到此还是没有结束 1993年11月 陈耀兴硬要到澳门参加赛车比赛 临走时还跟包弟陈耀康说 这回哥一定带着冠军回来 但他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来 21日凌晨 在酒店门口被枪手 浮击消护 年仅32岁 结束了自己激荡不安的一生 就在陈耀兴被杀的第二天 一个自称是黄朗维哥哥的人 在香港几家报社 讲述了他的复仇计划 说杀掉陈耀兴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就是梅艳芳 当时梅艳芳非常害怕 据说拿出了两千万 才将此事平息 而陈耀兴的事 连向华强都没有追究 要杀人的人主动站出来承认 帮派大佬都默不作声 恐怕事情又没那么简单了吧 那么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呢 这个问题 同样也牵绊了他的包弟陈耀康三年 1994年 陈耀康接手了哥哥在班载三合会所有业务 并且开始彻查当年真相 在确定了自认是凶手的黄朗维哥哥 其实只是一个烟雾蛋吼 陈耀康在与新一安总教头苏龙练权时 曾问苏龙 但他闭口不提 只是表示 对方是个大玩家 你惹不起 有了这位前辈的提示 我们和陈耀康一样 前面的疑问或许可以一一解开 从掌果梅艳芳 到对黄朗维赶尽杀绝 都是为了把矛头指向陈耀康 那么苏龙所说的这个大玩家又是谁 他又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设套 致陈耀星死地 在陈耀康的不断调查下 答案慢慢浮出水面 苏龙所说的大玩家 就是绰号老东旧的墨石旧 在黑白两道 他吃的都很开 号称黑道关公 曾与各路大佬烧黄纸结拜 组成双雄十二语 是与邓光荣并肩的东联社作品 在当年 经由谭永林认识了很多当红的歌星 在香港的明星都拓展内地市场的时候 他一手有明星资源 另一手又有内地的人脉 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香港歌手 拓展内地演唱会业务的独一份 被称为演唱会教徒 江湖盛传 老中旧手上供现金就过亿了 因为当年陈耀星曾与他争夺过 内地的演唱会业务 并从他手上勒索了五十个大人 他派鱼头王到陈耀星的湾仔 抢地盘 想要夺回面子 但鱼头王被陈耀星拉上一台保姆车后 便消失的无命途中 他不但没有夺回面子 还损失了一员大将 从此怀恨在心 他最大的缺点 就是酒后放狂野 还曾放言 称天上有雷弓 地上就有老东旧 拳打心一安 脚踢合胜合 轴机14K 西状水房 手抱合合图 引得江湖上一片哗然 各大帮派对其记恨已久 加上行走江湖二十多年纠葛冲突 关系早已是盘根错节 因一次酒后口祸 老东旧借着罪意 声称 湾仔之虎陈耀星被枪杀 是自己让湖南帮的人干 后期 大帝哥吴志雄也证实了 老东旧确实说 这话很快传入了陈耀康的耳朵 1997年 大帝哥吴志雄在中环装士大厦 开了一家夜祖会 老东旧带了几个兄弟前来捧场 排点之后 陈耀康带着几十名刀手 直搞黄龙 杀进了装士大厦 掏出家伙对着他就是一顿乱看 老东旧被身边的小弟拼命护住 但还是被削去了半边领 从此落了个鬼灭的城堂 跑出大厦或者陈耀康 告别了哥哥陈耀星的在天之灵 开始了跑路之云 2009年 老东旧突发脑洞风去世 陈耀康从此也很少在江湖上露面 这段恩怨终于落散为幕 后来陈耀星的故事也被拍成电影 叫做《醉生梦子之湾仔之火》 由人大华主演 女主角的饰演者是陈耀星现实中的女友陈妙英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